我们说到这个新的消费升级 其实我们看到我们身边很多50后60后 其实他们的消费习惯和现在80后90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很多老一辈的人不太能理解现在年轻人的这个消费观念 那您是60后 你对这个现象怎么看 另外您从什么时候开始会消费 懂消费 你的消费观念是什么 我的消费观念就是 我觉得花在自己的身上的钱都是对的 您觉得您会花钱吗 比如说去旅游 我就喜欢住好的酒店 吃好的餐饮 你叫我穷游是吧 那我是坚决不干的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 打死不动 我也不会去穷游 对 你刚才讲的消费场景呢 实际上已经被彻底剥夺掉了 就是确实今天一部电影好不好看 一个百货大理有没有人 一个有游乐场受不受欢迎 一只口红 一件衣服 能不能大卖在中国 基本上是80后90后 说的算的 而且特别是90后 我们在调查中发觉说 90后是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里面最舍得花钱的 因为他大量花的是爹娘的钱 一点都不省心 那么他们基本上决定了整个消费 所以我认为未来可能都是会被圈层掉的 对 就5060会有他喜欢的场景 然后8090会有自己喜欢的场景 然后互不干扰 所以大宗 在这个意义上大宗市场已经不见了 已经彻底不见了 就是说像很多年前一样 说我做 我做 一杯饮料 然后从五岁的到六十岁的 大家都喜欢喝这杯饮料 这件事情已经不存在了